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次的视频 这次跟以前出去玩的时候拍的vlog不一样 这次呢就是化身一个游戏博主 给大家看一看玩动森一个多月以来 我的五星小岛长什么样子呢 那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岛的这个全貌 看一下地图 可以看到我的岛基本上是属于那种比较横平竖直 没有特别多弯弯绕的那种地形 那可以看到岛的左下角呢是这个 公共服务区包括机场居民中心 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共设施 然后看到岛的最中心呢是我自己的房子 我把它放在一个虎心岛上 那个旁边猫头鹰是我的博物馆 然后可以看到隔阂的对岸呢 是我的居民区还有一些公共设施 那看看我的岛名 有我的犀牛和猴子 他们俩是我的原始岛名 这鸭子兔子和仙鹤是我从素财岛上找过来的 那这边呢 大鸟法兰克它是我露营 然后要过来的这个岛名 那后面四个都是通过出售土地 就是照过来的岛名 那基本大概情况是这样子 我们开始看看岛上找什么样子吧 首先出了机场之后 我的右边呢是一些种的摇钱树做的装饰 左边是我的这个露营区 可以看到有一些家居设施这样子 在旁边的沙滩上呢还放了一些比如像这种炊事 炊火啦 勾火啦 灯啦之类的 这边还放了一个公共厕所 从这个露营区网上这边有一块空地 因为暂时不知道干嘛用 所以把它装饰成了一个类似于建筑工地的样子 这边的岩石上呢是我的这个音乐区 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弄 所以就把电子琴拉这些东西大概放在这个上面 到时候再规划一下这样 我们从露营区沿着路往这边到达这个居民服务中心的广场 它是从这个机场一路上来就是这里 那再往上 这边是一个小的公园 放了一个喷泉在这个地方 这里建了一个两层的这个水坝 或者咖啡厅这个概念吧 放了一些饮料的咖啡豆这样 然后有这些桌椅可以坐 这边二层是一个观景台 有这个望远镜可以眺望远方 从这个观景台下来呢 再往上去过河 也是我的大鸟 到了我的这个居民区 给大家看一看 这边呢就是每个人的房子 在他们的门口的小院子里装了一些花放的一些装饰 这边二楼还有一间 这是我的仙鹤的家 可以看到它的家跟别的房子都不一样 就有一种比较东方风亚洲风的那种装饰 这边是一个公共区有把做成的一个沙滩 然后这边的因为视觉效果虽然它是一个瀑布 但是从这个角度是看不见的 所以有一种那种新加坡金沙酒店 infinite pool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 这边大概就是居民区 回到一层 这边有种了一些树和花 这里是一个小的barbecue区域 放了一些桌椅和烤肉炉 装饰的像自行车在这里 这个一层这边还有两家 也是放一些装饰 这边过一条小河 这里放了个电话亭 这条路用这个小瀑布吧 装饰起来 这边是我的secret beach 放了一个灯塔 所以狐狸每次过来停船 是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过来买艺术品 继续沿着这条路过来呢 是另一个居民区 这边还有两户 我把它放在这里 因为这两户房子 基本长得比较像 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而且一只是狮子 一只是猫 都是猫科动物 这边二楼上三楼 是一个运动场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 别人自己DIY的一个跑道这样 放了篮球 足球门 和一个动感弹车 没有想到猫就连在这里钓鱼 好神奇 这边过了栅栏进来之后是一个东方风的花园 可以大家看到是这种比较中式的栅栏 然后一般很多放了这些石头和竹子制的家具 这样过一个桥 大概这个花园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下楼 这边放了一个核服 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放 放在这里是装饰吧 这边下楼 回到一楼之后是我的果园 这边沙滩上是我的关心点 因为它周围比较开阔 是单独伸出来的一块 但是我还没有很多家具去装饰它 所以只有一个望远镜和人造飞船暂时 这边再往下呢 是我做的一个泳池 这个地上的地砖也是碰到鬼了 这个幽灵等会再来找它 装饰了一些火烈鸟和救生台 对这个泳池地砖也是我在网上找到别人DIY 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拿来用了 泳池这边呢是我的小公园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装饰和喷泉这样 这边围栏围起来的是 就是一些不要的东西 放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DIY手册啦 像我朋友如果来岛上的话 他们要是没有学过的话 可以过来看一看 从这边过桥 好 这边还是这个公园 然后这边是一些游乐设施啊 放了一个椅子可以在桌里看杂志这样 我超喜欢这个变形金刚 因为他眼睛可以发光 很酷 超酷的 然后后面是怪兽 这边放了两个自动贩卖机 公园网上啊 这是我的五星小岛的这个花 上面是一个类似于一个休闲看书的一样一个区域 再往上是我的博物馆 在门口放了一些这个化石 这个也是在网上看别人的视频里学到的这个双层瀑布 这边呢是我放的一个小花园 这里做六个这个养蜂箱 每一个养蜂箱 都是我被黄蜂遮了三次之后做出来的 太不容易了 自动贩卖机的旁边呢是刚刚升级好的这个Nook商店 现在已经关门了 Nook商店的背后是Able Sisters裁缝店 再往这边走的话呢 就回到我的居民广场 好对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家 在我的湖心岛上 种了些花这样子 那因为我自己家里头呢还没有装修好 所以就暂时不录给大家看了 等什么时候装修好之后 再单独录一些这个house的room tour给大家看一看 那整个岛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可能比不上网上看到别人四五百个小时做出来 那种岛那么fancy 但是也确实花了蛮多心思在里面的 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它有一直在持续更新 然后像鱼类虫类之类的 还是蛮有一些季节性的东西 都是蛮值得人去期待的 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我觉得这个游戏更吸引我的一些地方 可能是一些比较可爱和暖心的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我之前送给小动物的衣服 它们会立即穿上 然后会告诉你说 我非常非常喜欢 或者说我一直很喜欢这个风格 但是不敢自己去尝试 你能送给我真的太好了 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游戏 都是编辑的一些程序吧 但是这个游戏设计者 对于这些细节上的巧思和表达出来这种人文关怀 真的是对游戏玩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东西 而且所有的岛民都非常的单纯和善良 所以我感觉在这种压力这么大的现代社会 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和这些善良 无忧无虑的小动物一起相处 我觉得又有谁会不喜欢呢 对吧 那今天我的岛的tour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等就跟之前说的一样 什么时候家里装修好再单独录一个家里的tour的视频给大家看 那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